作词 李宗盛 现在就是大家都已经穿上冬装了 这边还是温度非常低 现在不知道水下什么情况 水温还非常凉 现在温度是14度 这温度已经不适合鱼类在生存了 现在还有可能它们都已经给冻死了 我现在给赶快把浮屏清理出去 然后现在给赶快看看鱼还活不活 还是赶快捞浮屏吧 刚才捞到了一个 捞到了一个南蛮龙鱼 说明现在即使温度非常非常低 但是现在这些鱼依然在出入了 现在就要14度 夜间的温度可能会更低 但是这些鱼依然在出入了 不敢相信呢 如此低的温度还依然在出入了 刚才也是捞了半点 然后一直没有看到这些鱼的踪影 但是还好啊 刚才捞的这一个小鱼就证明了 但它们现在已经 我觉得游的好像也挺危险 游的不是很快 因为水温确实太低了 刚才我在那边发现了 有那个河系 有一只河系 刚才捞捞捞的这个地方发现有河系 然后这个河系肯定是别人放进来 也有可能是有人看了前几期节目 然后大概才了解这个地点了 不知道是出鱼好心呢 还是各作剧吧 把河系放里边了 那个位置 不知道它放完河系对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响 但这个池塘原来肯定是不会有河系的 这次得干出河系来的 这肯定是别人放了 这个肯定是别人放了 这个肯定是一个公旁 如果母旁也是那种圆形 哎 这个东西不知道 这个东西肯定是后放的 因为原来可以确保就是这个池塘不可能有河系 哎 怎么 怎么处理一下 把河系放这里 所以我怕它把这小鱼吃 这小鱼我也单独喂得放我瓶的 刚才又把浮屏给捞了一捞 然后还是保留了一半吧 因为目前没有想好怎么把剩下的鱼捞出来 去现在光线挺好 现在光线挺好 现在大概是 一点半 两点 然后我们去那个浑河边上去看看那边什么情况 借着现在这个光线比较充足的手去看一看 哎呀 这个地方有人在钓鱼所以我们换了地方 哎呀 倒了一个地点 感觉挺好的 就是离那个钓鱼的人都比较远 两个水下线提放了 然后那个岸边其实小鱼非常堵 非常堵 然后刚才那个旁边上我也放了 旁边应该现在它是跑到那个石头底 然后呢 我现在知道了 我们下一个光线 那就是我们下一个光线 再过去看一看 就是我们下一个光线 我们下一个光线 那就是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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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测一下温度 现在好像没有鱼的生命记着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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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应该是还是15度吧 还是15度左右 那天跟那天温度差不多 与死到我死了 可是六角恐龙应该还有存活 因为那天我看到有六角恐龙 与死亡 好 刚才我在岸上观察了很长时间 然后因为刚才我下水的时候 这个泥沙卷起来了 还是不太清洗 现在沉淀了一段时间 现在就站在水岸上 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水下的情况 然后确实是没有鱼和六腰恐龙的踪迹 其实挺遗憾的 然后我其实没有想到是这种结果 挺遗憾的 现在其实浮屏也不生长了 都能透了这个阳光 点点这个阳光 可以看到水下很清晰的一个图像 真的没有生命的迹象 就是大家看都可以很清楚看到水下的情况 还是有点遗憾 没想到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 但是这个景上我觉得现在还挺漂亮的 景象挺漂亮的 今天是10月3号就是11小长假启动了一天 其实我原计划吧 原计划是今天过来呢 因为浮屏呢就都营养捞没了 然后可以很清楚的看清这个水下的一些情况 然后其实还计划今天过来就是想办法怎么能捞点鱼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水温比较低嘛 因为我前几天我不测水的水温是 1445度然后我觉得那天我还捞出来一个校园 我也觉得这个蓝星人能在这么低的一个温度下生活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么低的一个水温吧 可能他们不会像水温高的时候游动那么活跃了 那应该挺好捞 我还在想这么大面积我怎么捞呢 他在就是活动可能慢的但是你一过去他也会游 我还合地应该买点什么拖网还是买个什么那种就是鱼陷阱 怎么把鱼捞出来想这些问题 但是没想到今天一看那个情景 全没有了 那天可能捞的那一条那也可能就是仅剩的唯一的一条 剩下鱼可能也早就都死亡了 因为之前浮屏特别厚吧 其实看不到水下的情况 然后我始终有一个概念 我说这个小鱼可能非常多都在底下存活着呢 始终有这么一个观点 因为之前在夏天的时候水分特别高的时候 其实我也我每回夏天之前也看不见鱼 然后也仅有那么一两次看到六小恐龙了 然后我的概念就是人一过去他们都跑了 然后始终都这么一个感觉 所以我前两回捞的时候虽然水分非常低 但我还是始终抱一个想法说这个东西可能还在底下活得很好 当时是抱着这么一种想法 具体这些鱼什么时候消失的吧 其实现在我也不知道 因为其实这个地点吗 离我家非常远 可能大家看我就是路很多回 我来了很多回 但其实这个地点和我家横跨了能想三个曲 三个曲到四个曲吧 这地方属于浑南 我家到省北 就是一个最北一个最南这么两个地方 开车可能每回来的一次给开一个半小时 但我挺喜欢那个地方 所以说吧 因为我来的周期挺长啊 从五月份到现在十月份到快半年了 所以说大家感觉可能我来的挺频繁啊 其实他周期非常长的间隔时间也很长 我不会老过来去 没有这个时间老过来观察 然后可能每一次呢 就是都是直言片语 都是片段 并不是很全面 我挺喜欢这个秋天心态的感觉 空气好像挺清新的 然后阳光呢 穿透力还挺强 但还挺柔和的一种感觉 我挺喜欢这感觉 然后水现在变清晰了 然后你看这些水草长得还挺旺盛的 我觉得还挺好 新的生命都萌发出来的 就这景象如果现在叫做有鱼的话 我觉得会更漂亮 其实我有时候拍这个视频嘛 有时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我拍的时候也觉得挺有意思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我无法预料的 有很多情况都是出乎我意料的 就像这个鱼都没了 其实出乎我意料了 我又来想怎么拍这个结尾 怎么捞鱼 然后把这些鱼 我拿到我那个工作室去怎么养一养 然后最终其实我那个鱼缸也不够啊 我可能最终怎么把这些东西分给那个粉丝 我还想的是这些问题 那今天来一看 确实哦 也有一点点失落吧 跟我预期的其实不太一样 然后此时此景 其实我一看这个 这个场景其实 有一点 凄美 有点凄惨了 但还有点这个 还挺漂亮的一个景色 然后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拍这个视频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脑海当中会经常闪现出来一些我看的一些电影的桥段 或者是音乐MTV的那种景象 我不知道为啥我现在只是个当时刚才脑子里散过的一首歌 叫等你的季节 突然间感觉这个景象 配上那首歌应该挺合适 现在这 所有一切都刚刚好 就是没有主角了 没有鱼了 然后在上期节目当中 我不跟大家说了吗 我可能会划那种橡皮团呢 皮划艇去横渡我们那个混合 然后那个 那个我只要说出来事肯定会办 然后我单独呢出一期节目 然后看看 如果说在下雪之前有机会的话就今年排 如果说下雪之前 没有这个机会没有时间的话 可能我就明年开春了以后这个肯定要排 我们养鱼这个东西肯定 包括我今年其实计划是想学习潜水来的 我们想要有潜水俱乐部 然后他们会每年组织去这个海外一些深浅的一些生地啊 他们去潜水 然后包括我们养鱼其实应该去下到河里边去近距离观察这些大型鱼啊 或者在河底啊河的不同这个深度啊不同的流域这个水下生活是一个什么一个生活状态啊 包括在海洋里边 其实原来是想做这样的节目来 但是都被这个疫情打乱了 明年嘛明年的节目该做咱们都会做 不会说的这个养鱼频道不会只局限于这种小的这种小池塘了小河流了 不会局限于这种小范围 我想把这个做的稍微更宽广一点更大一些 应该带大家去看一看真正自然环境上的更大的一些场面吧 我因为我自己也没见过自己也是一个学习过程中 不断的去提升 这个别着急慢慢的都会去都会去做的都会去完善的 然后这个单挑扶平堂那个系列可能在今年呢先告一段落了 生活就是如此啊 不会每一步都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的 意外和明天不一定哪个先来 但是我觉得老天爷对我还是比较眷顾的哦 让我在之前前几期录了那么多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料 我们可以了解鱼类在一个近视于原生环境下它一个生活状态吧 一定是照我们浴缸要好很多 大家也都看到了 而且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我觉得以后我会总结思考 对我以后可能现在让我讲很多大道理 我一时想不出来啊 只清止景 但是以后在我的这个养育教学节目当中 这些都是一个宝贵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景点 然后当我想到有一些点想出来的话 会跟大家总结的 然后这一期节目就先这样吧 在最后呢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去做 然后就是最后以我刚才想到那首歌啊 那首歌可能 我不是说那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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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歌可以演唱完 一首歌 我很以后 你答应了 说快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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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